一位老人家抱着孙女到停车场要牵车 单子才交出去 人却瞬间腿软往前倒下 跪倒在地上的同时 手中女童也轻摔落地 停车场人员急得冲进隔壁副产科诊所 第一时间两名护理师轮流CPR 一个按压时 另一位就负责照顾旁边 一岁多的小女童 没多久救护车赶到 EMT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们一来 CPR机器都直接上 氧气然后按卡时那些给药 全部都直接来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有效率 台中市119专责救护队到场 把到医院后才能做的 通通现在现场完成了 虽然长者一度欧卡 不过在救护车上就被抢救回来 呼吸心跳血压血氧 恢复正常 靠着大伙合力不间断地帮忙救人 患者住院一个多星期后 顺利出院 突然心肌梗塞的患者是他 72岁的黄清泉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他曾是中华队棒球国手 后来到合作金库棒球队 也曾获得全国硬式棒球赛冠军 退休后再到中校国小少棒队 担任总教练 像2019中职选秀状元 卫权的刘基红或统一古林瑞阳 戴培峰 陈世鹏 都是他的学生 黄教练说 家族只有三酸甘油脂过高的病史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晕厥 黄教练现在大多时间 会待在南投中寮 有青山陪伴 休养复健 好友闲聊 度过了生死关卡 他也感谢一路帮忙的热心民众 跟台中市119专责救护队的 及时救命 TVBS新闻 赖崇荣 赖志明 洪采伦 台中南投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